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是应该调查的 摆明俄罗斯在这里想脱身 因为整个西服国家将北溪2号爆炸案进入了俄罗斯数 那俄罗斯今天调查是应该的 那当然了 中国就加一脚 当然要联合国调查啦 公正性比你们国家自己独立调查是不可比的 其实这种双重标准 我就想问一下病毒大流行 别人来调查牵涉全世界的时候 包括联合国世卫组织 但是我中国就说干涉中国的内政 污名化中国武汉实验室 你连查都不查 不让人查 但是结果 这一次的投票 那全部都好了 基本上大部分投气权票 跟着没办法通过 为什么呢 美国佬会被你查 沃兰会被你查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 之前也有一个独立调查记者 他都说 他说北溪2号 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佬做 然后嫁祸给俄罗斯 如果你问我 整件事最大的得益者 当然就是美国 至于德国 德国也都因为炸了天然气 令到他立了个决心 就是放弃俄罗斯的石化汽油 从而转头在美国或者在中东身上 也都因为这样 令到俄罗斯没办法向欧盟制炒 因为之前整体的天然气 尤其是过冬的时候的供暖 基本上都是全靠俄罗斯 结果北溪2号被炸 德国扭转了个方向 直接这样 不是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 导致了俄罗斯 根本上就现在要战卖 战卖给印度 战卖给中共 甚至没办法制走到欧盟的时候 接着北约就在乌克兰跟你开战 其实就是这一回事 那你说 美国的嫌疑是不是最大 是 是不是我们都要等调查结果 这个毫不避然 但是所说的事实在太过牵强 因为现在由德国 法国 美国他们都说 现在德法加上丹麦 瑞典 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调查 就是不劳理 联合国 废心了 我们已经专案调查 看看发生着什么事 那当然了 如果你说有公信力的 其实 联合国 我都不觉得有公信力 现在 只不过是一个政治的角力场 而北纪二号能不能够查到什么结果 我可以好肯定告诉你 未来这两年都不会有结果 为什么 俄罗斯 乌克兰这场仗打完了 全部大局议定的时候 才很有可能 会有个真相暴露出来 因为到今时今日 德国 即使是知道 知道结果是关美国老师 他都不会升仗 因为现在他们觉得 西方国家是应该团结一致的 不能够在这里 只是说打击中国和俄罗斯 能够有异性 所以即使是这一锅 暗瓦底 吃了瓦巴盔 德国都会硬吃 而欧盟也是 美国 美国老轻轻松松又过到这一关 俄罗斯这只锅背了之后 形势更加难打 中国究竟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及时支援俄罗斯在军备上 已经成为了一个愿案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 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迪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